哈囉大家好 我今天要來介紹一個乳突鼠的仙人掌物種 就是這個 直刺配蕾 那它的背景有取刺配蕾還有醉化的直刺配蕾 就是anyway跟大家介紹一下 好 那直刺配蕾仁如其名 就是它的刺是直的 輕一點 直的 然後呢它的刺呢非常的密集 像 像怎麼樣 拿個 鏡罩好了 它的刺呢 這樣 好 就是一個這個 呃 什麼 輻射狀的刺 但是是有一個很像菱形 然後中間有個中刺 就是從咖啡色 減變到 深咖啡色 減變到 土黃色 或者是 咖啡色 或者是黃色 這樣子 那 那 基本上 呃 怎麼講 小時候是單頭啦 那 長大到一定的程度才會長側牙 然後是個小型品種 大概就 就這麼大吧 對啊 呃 那 呃 它原產在墨西哥的東北方 它原生的環境是火山岩 它長在火山岩的岩床上 那 呃 火山岩當然不是說長在石頭上 是說 呃 火山岩上會有一些 風化啊 或者是雨水侵蝕 會形成一個凹坑 凹坑上面就會累積一些泥土 那它就活在這些 淺淺的這個 泥土之上 然後它需要 然後它的花就是一般是白色 或者是粉紅色 然後開花的位置就是 現在看得到的 就是生長點下來 大概 嗯 一段距離 的位置 然後因為是乳凸屬 所以它開花通常會開成一圈 那下面這邊 有一圈這樣子 嘿 需要易花壽粉 那 它跟一般乳凸屬 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它 呃 開花完之後 一般 乳凸屬成熟的國家 會生長 所以人家講那個 小辣椒 但是呢 我們這個 直刺佩雷胸 它 國家成熟就不會 它是隱藏在這個 呃 什麼 刺的裡面 刺的後方 這樣子 舉個例子 等一下 好 這裡 這個是 我另外一顆嫁接的 然後 這個 如果它花開花 不管你有沒有受粉 它就會 在外面乾掉 這樣 有沒有看到 這裡 這個乾掉的 這個 渣渣 那如果它有受粉成功 它你要 從裡面挖 這個挖種子這樣 伸進去 所以多多少少都會破壞 像這個 就有 這個 這個應該 沒成功 對 好 那我剛剛有挖了一個有成功的 所以它的表面就被我挖開了 這裡 看到嗎 這裡 這就被我挖開了 所以這會破壞它這個 表面的這個 這個 什麼 密集的這個完美程度 完美感 對 好 那給大家看一下它的這個 種子好了 種子大概就這麼大 好 在哪裡 好 我剛剛要挖了 這個 這裡 長成什麼形狀呢 這個有點 太小了 這個一格是5Mini 它形狀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種幾 種幾 就這樣子 嘿 就 種子大概長成這樣子 好 那 剛剛有講原生地在 什麼 火山岩岩床上 給大家看一下 原生地的照片 有點困擾 現在 那個 反光有點嚴重 對 好 這樣可以嗎 看得到嗎 反光有點嚴重 這樣 原生地 小小的 這樣 然後 還有一個 原生地 會有一種黃色的 個體 有一個照片是 在水坑 這個 水坑 好 所以 就是 下雨的時候 它會在那邊 會積水 然後沒有下雨的時候 就很乾 所以這個品種還蠻耐旱的 對 那 背景有一顆 一直在待在那邊 沒有講話的 就是 曲次配雷 大概跟大家講一下 直次配雷 跟曲次配雷的差異 大概 那 一般來說 他們兩個的刺 都是這樣子 羽毛狀刺 唯一的差別就是 它這個是曲次 跟 呃 曲次配雷的 個體比較大 曲次配雷 大概就是 如果直次配雷 是這樣子 這樣 是差不多 這個差不多量 2.5公分 比較小 但是也有個體可以到 3.5公分或4公分 就像這個 這個架接的這個 但是 呃 10升的話我還不確定 因為我的10升還沒到最大 所以 這還就這麼大而已 我也不知道 最大可以到多大 但是基本上 你看 這是10升的 這顆是10升的 這顆是 架接的 架接都比它的 還要小 對 曲次配雷 在尺寸上 是比較大的 其他的部分 就沒有什麼 特別 那 還有 網路上查的話 你可以看到 直次配雷 有 就是還是有一些不同的個體 然後 甚至有 刺特別長的個體 對 然後 台灣的話 你買得到 最化的 最化的 直次配雷 也是 蠻有特色的 這樣 好 所以 那 來看一下 這個 我的筆記好了 做最後的Ending 好 這個 指次配雷 學名 這樣 所以也有人叫他 安德森丸 對 然後 這個 在墨西哥東北方 然後 火山岩 聽說這是個 冰為物種 這樣 然後小型的仙人長 但是已經 冰為物種人家已經量產了 所以 希望 不要再去採集原產的 直次配雷了 對 小型的仙人長品種 好 這個 果實沒成熟 未成熟前成綠色成熟後 不會生長 所以不知道成熟後什麼顏色 但是會幹掉就是了 然後 然後常在吃 小時候是單頭 長到一定程度 就會開始群生 然後 剛剛有講 直次 曲次配雷的學名 是這樣子 然後有倒垢尺 尺寸較大 直次配雷 就是比較小 然後 如果 原液再配夠久的話 它就還會拉長 可能更長 然後生長速度相對於 曲次配來說 比較慢 應該是大小吧 然後 它們的花都是一樣的 那 網路上你還會找到 有兒會找到 這個 Longi Spina 就是Long 就是比較長的 Spina 就是 Spine 就是刺 長刺板 但是 我覺得可能只是 有人想要特別區分它吧 但是對我來說 這兩個應該是一樣的 然後 蠻耐旱的 對 所以 注意水不要給太多 然後 就是控水啦 不然你拉太長 就會 怎麼講 刺跟刺之間拉太長 它就比較沒有那麼好看 對 所以 建議 好 不太那個 看個人 如果爛的就 水澆少一點就好了 好 基本上 大致上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 介紹一下 紫次配雷 曲次配雷 還有它們差異 就 希望 大家 可以 把這個 最後 來一個 縮寫 做一個結束 啊 近拍做一個結束 OK 好 掰